由台灣自行研發的雄風三型飛彈 傳出飛彈的經緯儀輾轉被送到中國山東維修 對此中科院表示說是主動發現 進口報單上寫著山東青島流亭機場出口 也就是被送到原廠的亞洲地區維修中心 後續呢是趕緊進行資安鑑定 確認沒有被植入惡意城市 因此沒有泄滅的疑慮 那麼軍事專家也指出說 經緯儀上的記憶卡要是有移除 就不需要擔心資安的疑慮 雄三飛彈試射發出巨大聲響 中科院研發多型飛彈 不過近期卻傳出雄風三型飛彈的經緯儀 輾轉被送到中國山東維修 會不會讓飛彈的諮詢外流中科院趕緊澄清 原來雄三飛彈的經緯儀 是在110年讓外商瑞士萊卡承包 因為發現設備瑕疵 中科院卸除儲存記憶卡後 要求代理商送回瑞士原廠 中科院表示有主動發現 進口報單上寫著中國山東流停機場出口 也就是被送到原廠的亞洲地區維修中心 後續也趕緊進行資安鑑定 確認沒有被植入惡意城市 因此沒有洩密疑慮 數據資料會存在SD卡裡面 如果SD卡有先卸下來的話 一般的大地資料也不會外泄 這是一個全球公平的安全 合約的時候可能要更加細密 不過國防部次資百億元 圍頭中科院辦理的重要防護營區 智慧型警監系統 經傳使用中國製晶片和零組件 中科院也澄清 這些酬刑監視器 廠牌來自瑞典 深潭地也是瑞典 符合當時規定 拆機檢查 關鍵模組晶片 記憶體都不是中國製 只有被動元件式 因此無設泄密疑慮 影像設備或是無人機設備 會把拍攝的影像結合 這個GPS的注標 把影像傳遞給特定IP位置 以後我們是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再出現 兩岸情勢升溫之餘 重要情資也得格外小心 這回涉及自行研發的雄三飛彈 難免又引發話題 記者 發展李明紅 台北常常報導